从陆基预警雷达到军舰载到战机 甚至如今的装甲战车和小型武器战都慢慢抛弃了传统的扇面雷达 转而配备了一个个固定的多边形平面 而这就是相控阵雷达 这种雷达为何应用越来越广泛 与传统的机械旋转式雷达相比有何优势 在现代战争中 虽然雷达并不能够进攻和打击敌方的目标 但是作为探测敌方目标的千里眼 其在作战中能够起到举足轻重的地位 毕竟你导弹技术再精良 如果雷达不先进 无法准确的探测到敌方目标 或者探测到的目标不够准确 那么再先进的导弹也将面临打不到敌方目标的困境 而世界上第一款雷达的出现 却并非为了进攻而是为了防御 可以说是德国人的轰炸机逼输了这一跨时代技术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 那时的轰炸机在战争中已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为了发现入侵的轰炸机 英国最初只能利用光学 例如探照灯或升学的手段 但显然这种方法提供的预警时间太短 并不能满足防空需要 为了缓解巨大的防空压力 英国人可谓绞尽脑汁 于是在1935年初 英国人罗伯特沃森瓦特开发出一部能够接收电磁波的设备 当年6月 他的团队就感知出了世界上的第一部雷达 由多座外观类似于电线塔的高塔组成 高塔之间挂列着平行放置的发射天线 而接收天线则放置在另外的高塔上 次月 这部雷达就能够正常工作 并探测到海上的飞机 于是在第二年5月 英国空军决定正式在本土大规模部署这种雷达 英国人称之为本土链 到了1937年4月 本土链雷达工作状态趋于稳定 能够探测到160公里以外的飞机 而到了1939年初 投入使用的雷达站增加到20个 形成贯通英国南北的无线电波防线 而随后爆发的不列天空战 成为雷达大显身手的舞台 本土链雷达网多次探测到德军的空袭 并为几方拦截机提供引导信息 可以说雷达这玩意儿一经应用 就展现了其能够左右战局的强大实力 从二战前期英国部署本土链 到21世纪的头20年里 陆基预警雷达作为大国防御的战略级手段 一直默默承担着防空反导的任务 然而如果雷达仅仅只能部署在陆地上 那么其在作战中的应用就会受到限制 很快各国就研究如何将雷达这个大块头安装在军舰上 1938年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最早研制出对飞机探测距离达137公里 对水面舰艇探测距离大于20公里的XAF型舰载警戒雷达 安装在纽约号战列舰上 同年德国也研制出探测水面舰艇距离18公里的海浪型舰载雷达 安装在小型战列舰适配伯爵号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英苏日等国海军的部分舰艇陆续装备了对空对海警戒雷达 主要用于及早发现敌方飞机和舰艇 以保障事实和有效的攻击 在1941年的马塔攀角海战中 英国舰队由于装备了舰载雷达 得以在黑夜中探测到意大利舰队的位置 取得了击沉三艘巡洋舰两艘驱逐舰的战果 由于战舰体积庞大能够容纳大量设备 其搭载的雷达也能够以大功率运行 这有利于扩大雷达的探测距离 并且军舰能够在远离本土的大洋作战 这就进一步扩大了雷达的预警范围 因此目前世界各国最为先进的雷达技术 往往都优先应用于舰载版本雷达上 而在雷达发明之初 人们也在不断探索如何在飞机上安装雷达 在空战中 如果是晴朗的白天 飞行员就能顺利的目视发现敌机 但如果天气不好或者是在夜晚 发现目标就会变得困难 而将雷达装上飞机 就能帮助飞行员穿透云雾和黑夜 进行空中拦截作战 当然以当时的技术水平 雷达那巨大的天线装置和功率 安装在飞机上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么怎么样才能把雷达做得足够迷你 足够节能 还有能看得足够远呢 如果要增大天线 飞机上的空间就不允许 如果要提高电波频率和发射功率 元旗舰水平又不允许 而且早期的电子技术 无法直接在一个较高的频率上产生电流震荡 如果要让雷达工作频率提高 只能采用一级一级的电路逐级提高工作频率 这无疑又会增加设备的数量重量和体积 因此早期的基载雷达发展面临严重的困难 事情在1936年有了转折 当年美国无线电公司开发出一种小型电子管 可产生波长1.5米 工作频率200兆赫的电子波 这成为将雷达装上飞机的一根救命稻草 1937年8月 世界上第一部基载雷达试验机由英国研制成功 不过当时的基载雷达功率只有区区100瓦 而随后磁控管的发明 收发天线的改进以及天线形式的演变 使得雷达逐渐变得更适合在飞机上安装 到上世纪40年代中期 雷达已经具备了基载应用的条件 而在现代的作战飞机上 基载雷达系统已经成为决定战机作战性能的关键 其造价往往占飞机总造价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还出现了综合多种雷达作用的多功能基载雷达 不仅能发现100多公里以外的敌机 还能对其中最具威胁性的多个目标 同时实施攻击 雷达成功在海陆空三军上都得到应用后 其自身也在不断进行改进 70年代初脉冲多普勒技术成熟 使得雷达性能有了极大的提高 脉冲多普勒是指雷达在以脉冲方式工作的同时 利用多普勒效应来区分目标和杂波 而多普勒效应简单而言 就是雷达发射某一固定频率的信号源 然后在空中遇到目标发生反射 反射的回波信号被雷达接收 如果目标是移动的话 返回的信号频率就会和发射信号的频率不一样 比如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生活体验 站在火车站台上时 如果一列火车鸣笛接近站台 我们会觉得其声音逐渐尖锐 而火车在逐渐远离站台时 声音则逐渐低沉 火车的鸣笛从尖锐到低沉的变化 就是进入人耳的低声声波频率的变化 而这种变化的产生 正是由于火车存在相对于人的接近 或者远离的运动 这就是多普勒效应 多普勒雷达可以根据回波信号 和发射信号的频率差或者时间差 计算出目标的运动速度 从而可以获得目标的运动方向 和速度等重要的信息 在脉冲多普勒技术发明之前 雷达是利用目标的回波强度来检测目标 如果目标的回波足够强 强过接收到的外部环境电子噪声 雷达就可以发现目标的存在 使用这种方式的就是普通脉冲雷达 普通脉冲雷达无法利用目标的速度信息 当外界的杂波强度 要比目标的回波强度强时 在雷达显示屏上 操作员只能看到白花花的一片 目标回波淹没在杂波中 雷达就因为晃眼而暂时失明 脉冲多普勒技术发明以后 雷达在发现目标时 不仅利用目标的回波强度 也利用目标和地面的速度信息 因为两者相对于雷达有不同的速度 进而有着不同的多普勒频率 利用这一点 可以把目标回波和地面反射回波进行区分 这就是脉冲多普勒技术的基本原理 而随后出现的相控阵雷达技术 本质上就是脉冲多普勒雷达的延伸 相控阵雷达就是由大量的小多普勒雷达组成 因为相控阵雷达也需要获得目标的速度 距离和运动方向等信息 因此也需要利用到多普勒效应 普通的平板多普勒雷达天线中的每一个缝隙 其辐射出的电磁波向位在出厂时就是固定不能调整的 此时从天线平面中心辐射出的波数 一定始终垂直于平板的方向 因此如果要想使天线波数能够覆盖全方位空域 就只能让平板天线旋转起来 而在20世纪70年代 在通信技术的发展过程中 人们第一次认识到 如果雷达平板天线中 每一个缝隙的相位都能调整和控制 那么从平板中心射出来的波数 就不仅能够垂直于平板方向 而且能够指向其他方向 这种方式就不用转动平板天线 也能进行扫描 而这就是相控阵技术 这一技术被迅速的利用到雷达技术中去 掀开了雷达发展的新篇章 相控阵技术是目前雷达领域最为先进的存在 也是人类雷达技术的极大成者 优点是探测距离更远 因为内部是由多个小的雷达组成 可以在一个方向上集成更强的雷达波数 所以相控阵雷达 一般都拥有比传统雷达更远的探测距离 比如舰载相控阵雷达的探测距离 一般都有400公里以上 而传统火控雷达只有200公里多点 而大型陆基相控阵预警雷达 则拥有几千公里的探测距离 这是传统的雷达所不具备的优势 其次是功能更全面 相比于传统雷达 相控阵雷达波数更加灵活 可以快速扫描并且几乎没有延时 一个雷达可以形成多个多方位的独立雷达波数 可以分别对不同的目标实施搜索 识别 跟踪和制导 数据处理能力很强 而传统的雷达 每个功能都需要一部雷达来实现 相控阵雷达对环境的要求也不高 可以在几乎所有的复杂环境下工作 同时因为其电磁波能量更为集中 所以对于电子干扰的抗性较强 因此逐渐成为了目前军用雷达的主要发展方向 在相控阵技术中 雷达波数指向的变化 是由每一个天线单元的相位变化来实现的 相控阵雷达在每一个天线单元后面 都会安装一个仪向器用来改变它的相位 而早期的相控阵雷达 有一个工作在高达上万幅电压上的发射机 发射机产生很大的功率 通过功率分配网络 把功率分配到这些天线单元中 每一个天线单元自身辐射功率 就是集中式发射机分配得到的 天线单元自身并不能自主地辐射功率 因此称为无源相控阵雷达 但这种雷达在初期故障率很高 雷达的集中式发射机由于工作在高压 很容易发生打火现象 由于发射机只有一个 一旦打火失效 整部雷达也就失效了 早期的无源相控阵雷达高故障率 在战机上尤为明显 在F14熊猫刚服役时 AWG-9火控雷达的平均故障间隔 只有几个小时 使之难以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 第三代战斗机雷达可靠性也只有100小时左右 相对于其他电子设备的数千小时有巨大的差距 究其原因 一是极端恶劣环境下 机载雷达高功率电子器件可靠性降低 二是高速运动的机械雷达天线成为大量故障的诱因 无源相控阵解决了机械旋转天线的问题 但对于高功率集中式发射机的可靠性问题仍然无能为力 此时人们想到能否把整个发射机分散到各个天线单元后面去 变成若干多个小的发射机 每一个小的发射机只需要工作在很低的电压上 而从天线射出的波数是每一个小发射机输出功率之和 这样即使一个小发射机坏了也不会影响别的发射机 对整个射出的功率也不会产生多大影响 由于原来各个天线单元后面还要有一项器 那就要把一项器和发射机集成到一起 而又由于在集中式发射机情况下 收发通道是共用的 现在发射机被分散到天线单元后面去了 接收通道也可以一起挪过去 这样下来发射机一项器和接收机全部做到一起 变成了收发组件 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小小的雷达 有多少个天线单元就得有多少个收发组件 由于这样的相控阵雷达 其天线单元具备独立发射功率的能力 也就是天线单元是有源的 因此称为有源相控阵 有源相控阵技术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开始探索 至本世纪初 随着F22及其ANAPG-77雷达的服役 才标志着有源相控阵火控雷达的成熟 由于无源相控阵和有源相控阵的天线单元相位 都可以由计算机控制 所以在扫描的灵活性上具有同样优点 二者都可以通过延长在每个方向照射时间 提高目标反射回雷达的功率 这是机械扫描雷达做不到的 而有源相控阵较无源相控阵又有很多优势 首先有源相控阵异于产生更大的功率 因为天线辐射出去的总功率是每一个收发单元的合成 所以要增加总的辐射功率 在每个收发单元的功率一定的情况下 增加收发单元的数量即可 而无源相控阵或者是机械扫描的雷达 由于只有一个发射机 在发射机的功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 再提高就非常困难 其次有源相控阵的可靠性更高 一是因为在有源相控阵的收发组件中 采用半导体放大器件对功率进行放大 工作电压低功率较小 每个收发组件的功率一般为数十瓦 至数百瓦 总功率是若干个收发组件功率的合成 不需要像无源相控阵那样 有一个集中产生大功率能量的发射机 从而避免了集中式雷达发射机 必须使用高压所带来的打火故障 二是由于有源相控阵雷达收发组件数量较多 如果出现一小作非战斗简源 对雷达正常工作也无大碍 而正是有源相控阵技术不需要大功率发射机 雷达的体积和功率就可以按照需求放大或减小 因此不仅是将其安装在战舰和战机上 安装在战车等武器装备上的设想 也有了技术基础 自2010年以后配备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新型地面战车越来越多 比如俄罗斯最新的T14阿玛塔坦克 德国KF41山猫步兵战车 美国M12A的防空战车都安装了小型相控阵雷达 虽然相控阵雷达小型化后功率减小 探测距离变近 但由于地面战车交战距离 本身也不会超过十几公里 因此也不需要像战舰和战机一样 使用大功率雷达 小型相控阵雷达的探测距离 对于战车而言绰绰有余 并且相比于传统的火控雷达 其对高速多目标的识别能力有更高的精确性 在识别和锁定现代战场上 越来越多使用的无人机群上 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 可以说正是有源相控阵技术的成熟 相控阵雷达才会越来越普及 其不再是动辄数亿美金的战舰战机的专属 百万美金级别的武器装备 同样能拥有出色的雷达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另一种更为先进的雷达系统 将会取代有源相控阵技术 到那时或许单兵装备也会配备雷达 人人都是战场的侦察兵 而这将会对未来的战场产生翻天覆地的影响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你们认为下一代雷达技术将会是什么样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